好,今天教各位基本在於 不用從太難的,先從最簡單的開始 很多人第一句一定是問我說你好怎麼講 然後我會先教他簡單,為什麼呢? 因為困難的叫做 這個很多人聽到的時候就會覺得 啊,什麼鬼東西 相當於hello 或者是更正式的 例如泰國的swaadi ka 那有更簡單的說法叫做swaadi swaadi就是hi 它相當於這樣子hi 就比較簡單,比較口語 那swaadi呢,本身呢 它也是有一種問號的動作嘛 所以我們會應用到 早安,午安,晚安的地方 那早安呢,我們會說 alum,swaadi 午安呢,午安可以說dbs,swaadi 不過柬埔寨的人其實很少在講午安 就是中午很少在問好說 午安這樣子 當然有可能是文化的關係啦 就是 中午就工作嘛 忙得要死,然後就休息 還跟你在那邊問好 晚安呢,晚安通常我會習慣說 re tre suce de in 那其實我從小到大就是在用這個 但是我聽說 它其實在比re tre suce de in 更早一點點的 就是說re tre suce de in 相當於就已經是英文的good night了 就是晚安了,叫你去睡覺了 那更早一點的叫做syaan suce de in syaan suce de in 可能是比較偏傍晚的時候 但是這個我很少用 我都直接講re tre suce de in 這個其實很多的新聞播報員就會說 那如果說你見面的時候 你可以說syaan suce de in bong bong 是哥哥或姐姐 東南亞的語言基本上都是這樣 先把對方稱呼的比你大 這是一種尊重 所以你見面第一時間你可以說syaan suce de in 自己就要稱on 越南語叫m 所以其實還蠻好記 如果你會越南語的話不會太難記 而且bong沒有性別 哥哥或姐姐都可以 如果你要很禮貌 就是我剛剛一開始講的 gam re psuo bong gam re psuo yei gam re psuo ta 再來是道歉 sam toh就是對不起 sam就是跟你要的意思 toh就是罪過 我跟你討回罪過 這跟越南語很像 越南語叫做syaan suce de in sy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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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e de in 就是... xiaan suce de in xiaan suce de in syaan suce de in bong是結境 ian suce de in pong是功勞的意思 a跟泰語翻譯很像哦 泰語是pecoone аем三都 a跟 你說 后面后最好是能够加上对方的名字 好啦,学会了吗? 其实很多朋友跟我讲说 我还是学越南语好了